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新月幸福乐 特别做了一集特别不太一样的 我们反转一下角色 由我来担任主持人 访问一下我们的新月幸福乐的主持人安心老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访堂呢 主要是因为安心老师最近出了一本 就是面对家人的情绪勒索这本书 那我们先上跟大家先欢迎一下安心老师 那个听众朋友跟主持人你们好 好那老师我们其实呢 这本因为我最近其实到博客来或者金石堂 我们看到架上有很多类型关于就是情绪勒索的书 但是老师这本书其实到底跟坊间这些其他类型的情绪勒索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那个主持人非常会问问题 就是说那个我们在面对家人群聚勒索这本书我们特别特别设计的一个重要就是里面很多练习 然后练习什么呢 就是这个副标题就是修炼你的心 掌握能量流动 其实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就是说那个我们希望说你可以真的是所有的状态回到我们内在这边来 然后让自己可以修心 当你修心的时候 你面对所有我们讲外面的风暴或是压力 就会迎刃而解 所以至于跟外面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可能坊间会告诉你说 你当你有群聚勒索的这一点事件或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你首要的地方 其实我们书也有写就是让自己远离这个风暴 然后立刻暂停这个对话的那个状态 因为你越讲搞不好就越生气 然后越生气呢 两个就会那个口出二元 所以那个还有包含就是可能坊间会告诉你说 你可能要去画这个界线 两个人之间要有一点那个 就是你是你我是我的那个一个概念 对就是像小朋友也要说 我们画界线你不可以超过来 就是你你内在要懂得画这个线 你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这边告诉你的是 这一个线应该是怎么讲 是外面到底是风在动呢 还是旗在动呢 其实他们都没动 是你心在动 这个是真的一个蛮重要关键 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内在的心很浮动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看外面啊就会风起云涌 然后呢明明家人只是为了关心你而已 但是你自己的心情不定的时候 就让你自己觉得好像外面狂风暴雨一样 这时候就不知所措或者甚至做出错的决定 是不是这样呢 是没错 就是说这一切的那个状况是来自于 就是被被勒索或是不被勒索的那个 那个该就是那个人的解读 也许许说可能他是一个关心或是一个关怀 但是你知道吗 你常常就是被勒索的人就会觉得那是压力 那是那是那是迫使我干嘛干嘛我不开心我是不是怎么样 所以当你的心开始我们讲修炼成我们讲可以很平静 然后那个可以很安稳 这些这些话不管是他可能是强迫或是他是故意的 你会把他把他转成说 哇原来你这么爱我原来你这么关心我 你可以给我满满的爱那当然我也可以给你满满的爱这样子 嗯老师我在这边想要帮我的一个朋友提个问题 就是说他其实因为呃练心这件事情讲起来容易 可是在真实生活中就是我就会 我们就会有时候是不清楚如何要去做比较好 因为我们可能自己问题比较少一点 可是我这边举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我的朋友他妈他妈妈非常不支持他现在跟他的男友走入婚姻的这个部分 那而且常常会用很严厉的字眼去威胁这个朋友 就是说他说你要是嫁给了这个男生的话 那以后没关系你们可以嫁 但是我就跟你从此以后断绝父女关系 母女关系这件事情 那老师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会如何来建议他呢 是好那个就是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我们讲其实蛮普遍的 因为也许父母亲他对我们的爱 他可能就会觉得我都是为你好哦 然后我也为你着想哦 我明明看不好这一段那个婚姻 你可别冒险哦 因为你知道吗 其实背后妈妈的这个用意搞不好 他是希望他不希望说你这个自己的女儿去受到伤害 或是这个女儿去冒这个险 所以所以他才会就是讲讲出啊你可能你可能是被爱冲昏头啦 你可能是怎么样啊 所以所以我们的书可以做什么呢 嘿你问到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的书其实他从第一章开始就有一些 简单的练习 然后到第36章 其实总共有36个练习 然后每一个练习都可以让你的 让你的心情跟让你的状况可以很稳定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当你平常像比如说第27个练习 他里面就教你说收集幸福 为什么要收集幸福 当你当你常常比如说有幸福的照片 或是有幸福的一些相关的那个图档 或是那个影片或是说有一些那个画 或是有一些小玩意 然后你看起来就觉得很幸福 你知道吗当你有幸福感的时候 那个外面给你咔咔咔 你可能会觉得 哈你原来你是希望我分享幸福给你 你知道吗你回应给我们比如说周围的人 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常常会觉得 哦好像好像航空警报来了 你会觉得那我应该有更多的爱 或是更多的耐心来看待这一件事情 而不是马上点嘴说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我就是搞不好就讲到最后就是 我就是要去嫁嫁看或是 我就是我的父亲你为什么不祝福我之类的 所以就是你就会发现 当你开始有幸福感的时候 你会很圆满的 圆满的干嘛呢 跟那个父母亲良好的沟通 你不会觉得说他其实在限制 也许他们可能不谅解 然后也许你会让自己有更拉长的时间 来面对跟看待一起来看待这些 而不是说好你就给我试试看 老师你知道一讲完之后呢 其实我内在就有另外一个想法 就是说或许我这位同事他为什么不被他 不被他母亲认可这段 就是他即将想要步入婚姻的这个男生 主要是因为他在外界里面 并没有产生所谓的一个幸福的氛围 那没有幸福氛围的时候 妈妈可能会更加担心说 他跟这个男生继续走下去 之后会不会更好 所以才演发出这一连串的问题 是欸我觉得这个主持人问得非常的好 也提了非常好的精辟 因为你知道吗 很多人如果你都让人家觉得 哇天生一对天造一对 然后其实人家是会满满的 在期待你们的婚礼 但是你可能两个就觉得 好像是冒着风险 然后冒着为爱去牺牲什么东西的时候 当然父母亲的爱就会变成 他就是一个勒索 变成一个压力这样子 那老师我们刚刚在提完这个问题之后呢 下一个问题再简单一点 就是说其实呢因为我们翻了一下这本书 发现说其实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多八点档连区剧喔 我们真的要把这些连区剧看完吗 还是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方式来阅读这些故事呢 老师可以在这边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是 诶你知道吗 人们写写每次说就很喜欢看这个八点档 因为这八点档你知道吗 就是我为了要上这些通道跟这些广播 我又重复的一个一个去复习 然后你知道我自己也会觉得 哇真的是很精彩 怎么这一个又怎么的 然后那一个又互火了 对 不会很普通就是到处都可以欠个两百万之类的 不然就慢慢用每一千了 只用每一成 对是齁 所以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因为内在之所以会没有幸福感 是因为来自于我们内在常有这种八点档 就会觉得说 我的爱就是要这种吵吵闹闹 我的幸福 我的生活就必须要有这些争夺 你知道吗 这些这些社会事件跟这些事情 都会印象在我们的那个 潜意识 潜意识里面 我记得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有一个学生 你知道吗 他刚开始他在我们说 请他开始从第一章开始练习冥想 你可不可以试着把你的冥想 就是写心得来 让我们开始来做记录跟讨论 然后你看 他刚开始在做冥想的时候 就是跟八点狼一样说 今天姑姑说什么 六婆说什么 丈夫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妈妈就会跑来说 你为什么没有去跟姑姑讲什么 你为什么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然后他永远都他永远的那个琐碎都在 然后就一天他有想要解决这个想要解决那个 如果当他没办法解决这个的时候啊 然后他就会说 怎么这个人这样子这么不同情理 哈哈哈 其实是他不同情理 不是他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你就会发现就是 我就会在想说 嗯 这个人间巨呢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中良 然后后来就发现喔 就开始他心慢慢开始静下来 静下来静下来的时候 他会先从他自己的家庭开始看起 他就觉得以前小孩子啊很烦啊 然后他就跟着小孩子 就是斗嘴 然后斗到最后有时候 就会生气因为因为那个小孩子怎么会这么没有礼貌之类的 然后他就开始会想要骂小孩打小孩这样子喔 但是但是但是他开始那个心慢慢休息休下来的时候啊 然后他就会发现 小孩子还是偶尔会会在那边那个胡闹 但是呢他的心已经不会随这个小孩给给起舞了 他不再被这个外在我们讲的这个所有的风风雨雨给干扰了 我这边我听完老师的部分 我帮老师做另外一个结论 老师你听听看是不是正确 就是说 其实呢在坊间一般的书交道情绪勒索这个部分 他在跟我们讲 OK也OK你可以先 远离那个情绪或者是画阶线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我们处理事迹事迹上是说 既然不能处理的话 那我们就先远离这件事情远一点点 可是在老师这本书的话 概念上有点点不太一样了 就是说即使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只要改变我们在心理上的想法的话 我们就更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情 概念上好像有点不太微妙的不太一样是不是呢 是是没错因为你知道吗 同样一句话 就同样的比如说小孩子还是 还是在情绪勒索 然后同样的父母亲还是在情绪勒索 同样的主管还是在情绪勒索 你干嘛笑这么大声 你哪一个主管常常勒索你 叫他出来这样子 没有没有如果这一篇访谈有超过 超过50个账的话 我下面就会开放就是我被 统世间情绪勒索的影片给大家看 所以你看就是说那些事件最大的 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勒索者 或是被勒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 你个人怎么去解读这一件事情 那当你的心很平静的时候 其实不是勒索 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多关心跟关爱 满满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这样子 嗯哼哼哼 好老师我们最后30秒 想要帮听众问最重要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他们还有情绪勒索的话 可以去哪边跟老师咨询或洽询呢 然后那个就直接到安一心的那个粉丝团 然后就是幸福频率跟多元那个开窍新空间 然后粉丝团去加入粉丝 然后你就可以那个或者是988 那个打安一心搞不好就可以搜寻到这个所有我们的信息 谢谢 好谢谢老师今天接受反弹 那大家拜拜咯 拜拜